一千零四點 會不會覺得有點 好多 可能我家人比較會受影響 沒想到會這麼多嘛 在觀望吧 也沒錢加碼 小股民哀鴻遍野 因為受到Intel Amazon 才季及夏季展望 不如預期影響 美股四大指數全面拉回 再度拖累 台股表現 台股在線黑色星期五 收盤崩跌一千零四點 跌幅百分之四點四三 收在兩萬一千六百三十八點 創下史上第一大收盤跌跌 台股再度跌破季線 市值更蒸發三兆多元 利手六十九兆大關 台積電跟一口氣 跌了五十七元 跌幅百分之五點九四 來到九百零三元 外資變臉大砍九百六十六億多元 賣超金額史上最大 三大法人合計賣超約一千兩百三十一億元 當你維持率 大概一百六十percent的時候 一個警戒點 他就會往下灌 那這個地方就是形成一個融資斷頭 零種資金的這部分的一個斷頭 加上直接的斷頭 然後最後就是ETF的多殺多 這四個因素 導致今天在盤中出現一個極跌 當他一啟動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那種恐慌性出來 以哈勤勢加劇 帶動油價上漲 通膨疑慮升溫 讓市場擔憂 系統性風險變數增加 恐慌指數更首漲百分之十三點八一 飆上三個月來新高 我們認為說下禮拜 應該就會出現一個盤中的止跌 的訊號會出現 那主要理由是因為 其實國家隊在這個地方 買了不少 七月份買了一千零二十九億的 這個市場基金 幫他關股的買超 再搭配一千兩百多億的 這個投信的買超 總共買了兩千五百億 勞動基金官方證實七月二十九號撥款一百二十億元 委外代操進場布局台股 目前有一千四百三十五億元 四基進場 專家建議投資人現階段先觀望 看台積電是否重回多頭軌道 再做適當佈局 三例新聞 張全一力庭綜合報導